花莲县环保局成立全县环保志工大队 共同维护花莲的好山好水 110年度环保志工干部第一次联系汇报 29号在光复登场 环保局进行业务宣导之外 也和环保志工大队干部就志工特训 环保英雄会、县内赛事 以及上海致敬、海费通报等议题 进行讨论召唤一件 110年度环保志工干部第一次联系汇报 四大区队的主要干部全员出席 现环保局秘书、王智慧、率领各科室主管、业务承办员 在说明环保局年度重点业务 而对志工干部们关注了志工特殊训练课程的规划 也做详尽说明 我们的志工就是要上来基础训练特殊训练之后 那里有我们的志工服务手册 他还可以享有一些相关的优惠 另外每年全国环保志工英雄会竞赛 花莲都有不错的成绩表现 而今年度群英会县内赛的部分 也在这一次干部联系汇报中充分讨论 再者针对环保署向大海致敬新政策 现环保局也希望环保志工队能协助通报 湖里有一个向海致敬 那就针对海费的部分希望大家全民一起能够减少这些废弃物流到大海去造成海洋的一个污染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志工队可以去通报 然后让我们去通知相关的管养单位去针对这些造成海岸线的一些垃圾能够尽快的做清楚 全县环保志工队目前总共有145队 3741人 设置一个大队长 四个副大队长及中队长职 而借由金字塔型组织运作来协助资源回收及脏乱点的通报 环境保护教育推广 共同维护花莲的好山好水成效卓助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